大潭林长吴三郎 回忆着二十多年前排队卖地的盛况 那时一甲地卖两百六十一万 怎料大潭电厂开发后 一甲地竟涨到一千万 面对五倍价格差距 他说没发到财还造成农地污染 农地被征收改建工业区 农民感叹斗不过工权力 桃克一期开发十多年 至今仍有五十公顷闲置用地 政府竟持续征收 强征农地开发陶科二企 我真的没有必要 你前置土地太多 关键是没开发 那要扶着我们 对啊 结果他这个是没有可以换地的 然后我们就是等了很久 望着祖传的农地 他持续跟政府沟通 面对市府强征农地开发工业区 追求公平正义 仍有慢慢潮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